我们就来看一下 刚刚有解释一下 资料库做什么 其实资料库不外乎就是这样 第一个 你要先建一个资料库 那Seqlite的话呢 它这个资料库是单机型的 也就是在你现在的电脑里面 那个MySeql不是单机的 是多机的 是很多 比如一个公司所有企业里面可以互相连接的 那形态当然不一样 不过困难度 当然是比较简单 因为它个人使用 只是说呢 如果你将来会有牵涉到 你要需要把资料库跟别人共用的时候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想 用这个就不太OK了 你可能要试着用那个像MySeql 或者MSSeql 或者Oracle之类的大型的资料库 OK 才有办法升任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你的资料量非常庞大的 可能比如说超过100万笔以上的话 那你可能用这个 可能会有点力不从心 不过我好像试过也还OK啦 但如果你资料很大 像之前有同学 他什么资料 他说一天都好几GB的资料 好几GB的空间的资料 OK 那他说用Seql当然一定是不太OK 所以他就用MySeql 他说MySeql可以跑得动 没有问题 所以 当然举乏了 刚刚讲的 那当然一般人可能 还用不到那么复杂的应用的话 那也许你先把这个学会 那之后的话你想说老师那如果我要改大型资料库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大概几个地方改而已啦 第一个不坏为什么 Import的话呢 我们用Seql line3 这个模组主要是控制什么 如果建立资料库资料表 刚刚讲的一些动作 就是用这个 但如果说你今天是 MySeql的话 那把这个换掉的话 换成一个什么 PyMySeql的一个模组就OK 另外安装OK 那另外的话呢 建立资料库的方式 我们是Connect的一个档案 那他就不是Connect的一个档案 而是Connect一台电脑的IP位置 或者是他的 的那个Domain Name 他的那个网续名称 另外的话因为他是一个Server 所以还要账号密码 有没有 你才有办法登录啊 OK有权限问题 那当然相对会比较复杂啦 OK 如果我们先 讲这个相对简单的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未来如果你要 要建立资料库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一行 第一个先Import它嘛 Import这个Seqlite 这个一定要的 那Seqlite3已经内建了 所以你不用安装 它已经内建了 第二的话呢 透过什么Seqlite3这个模组里面 有个方法 它叫Connect Connect顾名思义啊 就是连线的意思 那连线的话 特别是后面的话 就给它一个什么 一个档案的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 档名叫做 我这个自己取的 Cursal01 那你这样也可以变 别的名称没关系 但副档名一般都固定的 Cursal01.db 比如说我这边取叫Cursal01.db OK 那它将来呢 就会在我们的 这个 这个SRC的 跟目录下面 会建立一个档案 叫Cursal01.db 的一个资料库 OK 所以特别是 一个资料库 就一个档案 那这个Connect 蛮有趣的 如果说呢 你假设Cursal01.db 这个档案不存在的话 它会自己帮你建 那如果说它已经存在的话 它就会直接连线了 OK 所以它这有点是自己会去判断 如果那个资料库不存在 它会自己新增一个 那如果已经存在了 它就去把它连线了 连线之后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物件 叫Conceo 这个名称也是自己取的 不见得要取这个名称 如果你觉得太长 你打个C也可以啦 只是说这个名称 奇怪是 什么Connect的一个缩写 OK Connection的缩写 OK 那底下的话呢 这个是资料库物件 那底下如果要控制什么 控制那个资料表 因为一个资料库 里面的话 你可以产生无限多个 比如一个资料库 里面的话呢 那你可以产生表 这个表的话呢 你要另外再产生 所以理论上 你大概可以产生一个一个的表格 栏位名称 然后看它有几栏 这样子 你可以不断建立资料表 那资料表物件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那个 这个是资料库物件 里面有个方法叫Cursor 这个Cursor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叫什么 资料表物件 所以Cursor的话呢 当然Cursor在 这个这个 实际上英文名称 我记得好像是游标的意思啦 不过在这里的话 其实应该叫资料表 物件会比较精确 OK 所以特别重要 名称当然你这个也是自己取的 只是说用那个方法 Cursor 产生一个资料表物件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有一个资料库物件 资料表物件要做什么 当然就是存取资料库了嘛 所以我们第一步 我们已经连线了 有一个资料库了 第二步呢 我们再来就是要下一个命令 跟资料库讲说 你帮我建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名称 资料表名称 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里面 建一个资料表 资料表名称叫Table01 然后呢我需要有两个栏位 因为我要放 第一个栏位是编号 第二个栏位是电话 那我将来怎么样 我希望把那个电话号码 放在那个这个资料表里面 可是我要跟他沟通嘛 那怎么跟他沟通 上面这一串有没有 这个叙述啊 就是跟这个资料库讲 讲什么呢 跟他讲 特别说这个是西口语法 固定的 也就不是只有 西口诺可以用哦 其他资料可以一样这样用哦 然后呢他的语法是 开头一定是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其实很语法哦 意思说 帮我产生一个资料表 然后呢 后面这个叙述的话 就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if not exist 就是如果他不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建立 那如果已经存在了 那就不建立啊 OK 特别说 所以有个淡输哦 这个叙述一定要有啦 但如果你没有加这个叙述的话哦 你第一次跑会成功 但是你第二次跑的话就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呢 然后会跳出讯息说 你这个table已经存在了 有没有 如果你再建的话 除非你要把它什么 先删掉 才能够再建新的 但是如果你加了一个叙述的话呢 就不用那么啰嗦了 OK 可是跟各位讲哦 if not exist 大部分的资料库好像都有支援 但是我试过用那个assess 它没有支援 assess资料库哦 也支援seql语法 但不支援if not exist 特别注意哦 虽然大部分sql都相通的啦 可是少部分啦 因为不知道assess 可能它有些sql语法还是不支援 OK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它不存在 那就帮我建一个table叫table01 那table01有了之后呢 再跟他讲说 我有个表格了 但是你还要跟他讲说 就是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 这个表格里面有几个栏位 特别注意哦 我们就放两个栏位了 我们先简单一下 后面的话 我们可能练习就是说 把上个礼拜那个会员资料 member有没有 50个会员啊 你也可以把它全部放 那如果全部放的话 那就五个栏位了 有没有 那你知道一个萝卜坑吗 你放几个就要几个栏位 那我们两个栏位的话 一个栏位叫number 特别注意哦 栏位名称 前后请你加上单引号 表示说呢 这个是一个栏位的名称 这比较特殊哦 可能特别注意一下 那为什么你想说 为什么用单引号呢 因为双引号外面用掉了 他要为了表示 这个是一个名称 所以他用单引号来表示 ok 然后后面空一格的话 就是他的形态 这个number里面哦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的是 用test 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integer 可以啊 编号的话 可以用integer ok 然后另外一个栏位的话叫tl 也叫test ok 那其实哦 其实有的时候知道形态 到底要给什么 有时候你现在不确定的话 像我的习惯全部用test就好了 为什么test 反正你将来统统放进去嘛 然后呢如果读出来 你将来要 也可以转型嘛 ok 所以哦 只是差别是说呢 第一个他效率可能比较差一点 不过质量少的话 其实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 ok 只是方便 那用test的好处就是有点像那个 大数据的话 big data 它有个特性 资料来源不确定 资料形态也不确定 那不确定的话 如果你今天给他一个integer 那你将来如果他变出一个不是integer的东西的话 怎么办 哦 那你就放不进去了 如果你给他定义成integer 你要放别的形态的资料 很抱歉 就不ok了 哦 这个概念有点像esale 我觉得esale大家会喜欢用是因为哦 他 刚开始就随便你放 你放文字 放数字 放小数点 放日期时间都没问题 有没有 那你将来要改 你再来改形态没关系 诶 到底我觉得还蛮 蛮类似的 所以为什么那个big data 大数据 诶 有时候用esale好像还蛮合适的 因为他刚开始就没有制定说要你要一定要放什么 但是如果你用database的话 我不要 database一定要 先怎么定义好它的栏位的形态 那你形态定了之后的话你将来不能改 而且甚至有一些资料库更严格 连那个栏位你几个字都要先定义好 几个字 那我怎么知道几个字 对不对 我现在可能给他100个字 那将来他超过100怎么办 不行很抱歉 你要去修改那个资料库的设定 那多麻烦 所以有时候干脆给他一个test 那就没事了 ok 所以你可以再弹性 最后的话特别是这个叙述这个seql语法 可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个seql语法传递给资料库 让他接收 特别是最重要是下面这个 上面这个是一个一句话 下面有点像一个总机 这个总机的话我就透过什么 透过资料表物件 有沒有 cursor 当然你透过coun这个物件 这两个都可以 透过他透过他都可以 然后cursor里面有个方法叫seql seql就是执行什么 帮我把上面这个语法传递 给那个什么 给那个 资料库 给这个资料库 跟他讲说 我要建一个 资料库 资料表 那你帮我建 如果没有错的话 他就帮你建立好了 那再来底下的话 我要塞资料 怎么塞资料 所以下面就是新增一笔资料 语法就是什么 特别主要有固定的用法 就是什么 insert into 开头一定固定的 insert into 哪个table table名称给他 table01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values 你放什么资料 放 特别主要 如果你这边假如是test的话 那记得前后一定要单引号 表示说 你要放的是一个 一个文字 然后另外他电话是什么 一样前后要单引号 然后后面前后要把这个资料 再把它刮起来 也就是这一串 一样我要丢给资料库 跟他讲 所以一样用cursor.sq sq什么呢 这个讯息 最后的话底下会有个确认 因为丢到资料库里面 第一个是先丢进去 第二个的话还要再确认 他等于两个动作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commits 他有写 但是不会确定 不会确定写进去 所以一定要commits这个动作 OK 最后的话呢 我们已经 假设了 我就丢一笔资料 那我就把它close掉 OK 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呢 理论上 他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OK 他跑完了嘛 那跑完之后的话呢 其实因为我这边 没有底下一个什么叙述 所以 跑完之后 他也等于是OK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表示呢 刚刚讲的这些动作都建好了 那我怎么做确定 第一个哦 请你在SRC上按右键 refresh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如果呢 他不存在 他就帮我产生一个 cursor01.db了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怎么知道里面 有没有一个table 叫table01呢 有没有放一笔资料进去呢 特别确哦 当然实际上我们是习惯是直接把它点两下打开 但问题你会发现 打开是说run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个.db你不能直接透过它里面的这个程式开 Equibus没有开.db的这个工具 有点像ss啦 你们点mdb之类的 然后你如果没有装ss 那你打开 一样不能开 或者你用记事本开里面就乱嘛 因为他二进位打开里面什么都乱七八糟了 那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你想知道这个档案里面是不是有成功的话 那我在云端上面有放了一个工具 放在哪里呢 放在最外面 这边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里面的最下面这边倒数第二个 有个叫做sqlite 有没有browser 200b1这个 这个档哦 那这个也是一个免安装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说 如果将来 你要去开启那个sqlite所产生的资料库的话 那你可以透过它 帮我们打开 那一样把它下载 并且解压缩 我刚已经解出来了 把它按右键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 解压缩制止好了 OK 它已经全部接识好了 OK 然后呢 它就放在这里sqlite 那我们就直接 因为是免安装 直接把它打开 那我怎么知道说 再把执行 OK 执行 然后再来的话开启 那开启的话 因为我这一台电脑是放在c底下的那个 我们的workspace在这里 这个里面的test test里面一样有个src嘛 专案里面的src 那就会出现一个cursor01.db 那我直接把它开启就可以了 特别说 就是开到我们的这个专案的路径底下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这边总共会有三个页面可以切换 那第一个页面是data structure 你会发现 所谓的data structure 它就会跟你讲说 你开启的这个资料库 里面的话有一个什么 这个资料库 里面会有一个资料表 叫table01 里面有两个fill fill就蓝 叫做lumber跟test 它的形态也会告诉你test 有没有 OK 第一个是data structure 当然将来如果你有很多的资料表 它会列出来 OK 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你要看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写入成功的话 那你可以browse data 你会发现 里面因为只有一个table 所以table01出现了 那里面的话 两个栏位 那有没有资料呢 1的话表示有一笔资料写进来了 1这个电话号码 OK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想要再写入其他资料的话 那我就把这边改一下 改成2好了 那底下的话呢 也许这边后面的电话号码 987好了 执行 比如说我在执行 那这个一样 因为它已经存在了 所以它不会再建 所以它直接跳这边 把02加上去了 然后再来的话 第三笔把它改成3 那这边改一下 改成654好了 OK 执行一下 那我这时候呢 当然又新增了两笔资料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新增成功呢 你可以切到这个 再把它切到Data刷就 再切过来Broad Data 你会发现刚刚又两笔了 有没有 那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可以知道说你有写入资料成功 OK 所以请各位先测试看看好了 当然呢 将来我们就可以再配合呢 档案读取 有没有 读进来比如说50个会员 有没有 那所以呢 我这边create a table 我就create一个member的table 然后一样给它五个栏位 然后insert into的话呢 就是给五个资料 它就50个会员 你全部都把它放进去了 应该可以懂了逻辑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对啊 其实像把资料放到资料库的话 相对的话会比较是有个结构性 将来如果你要做后续处理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统计分析 或是做后续的这个报表的话 通常一般第一件事情 还是会先把资料先丢到资料库吧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丢资料库 所以目前来说 好像没有比放资料库更好的地方了 放档案的话 好像什么事也做不到 所以像之前那个合并全省邮局地址 合并完 你要查你还是什么 寻找 寻找完之后呢 它还是片段的 但如果你是用资料库的话 就比较 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你等一下会讲 如何在下一个slate的语法 做资料的查询 所以特别注意 已经跟各位讲了很多的重点 就是如何利用SQLite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产生两个栏位 并且把资料放进去 然后呢 再利用SQLite browser去查看 你有没有成功地把资料放进去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